今天这个分享真的让我很低血 就是我在搬家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买了这么多摄影器材 然而绝大部分都是在吃亏的 今天给你们做这个分享就是 不要像我一样做冲动消费 我就从那些花钱花的最多 但是吃亏又吃了最多的开始吧 那这个当之舞会就是这个五第四 当时买它的原因是因为要去非洲看动物大前夕 当然要一个很好的器材可以拍动物 对不对 所以呢就咬咬牙买了这个当时机王吧 算是加龙的五第四 然后搭的是这个红圈的广角镜头啦 还有很经典的小微兔呢 70到200 其实当时在非洲的话拍动物200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我们是跟动物有一定的距离的 起码要400吧 才可以很好的打鸟啊 打狮子啊等等 还好我当时有一个500地 那之前呢就已经配了有50的这个人像镜 所以就没有买所谓的那个大三元 我的天哪 确实是能拍出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成像是没得说的 但价格就是它很重啊 跟现在很多Vlog的相机 无论是从猜数啊 从像素来讲 其实都已经跟不上了 我现在真的基本上没有用 然后又花钱是花到最多的 那后来呢我就买了这个经典的索尼的入门Vlog相机 也就是α6400 当然它轻便呢拍视频也是非常经典的那一款 买了很多定焦的镜头 我30mm的 16mm的 56mm的 50mm的 你想想看 我是买了一个这么小这么轻便的Vlog相机 出去主打一个轻便和方便 然后我自己买了四个镜头 我是怎么想的 所以后来我买了一个1670的蔡四的镜头 虽然它的光圈是四啊 白天拍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组合确实我是用的最多的 因为最轻便 然后焦段又特别的适合 我自己很多早年的视频吧 其实很多都是用它来拍的 那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在用它呢 就是当然因为我现在有了新宠 每次看到别的摄影师帮我拍的视频的那种 质感 我就觉得我要换掉它 我要换掉它 我要换一个专业的视频拍摄相机 但是当每次我拿起那些相机在包里的时候 那个重量真的也劝退我 所以最后我直中买了现在我常用的Telan CV1 还有我配的是一个二十七零基达斯二代的镜头 其实镜头是很重的 但是架不住我这个机身是比较轻便 而且还是全画幅 好了接下来就是吃灰吃到触目惊心的Go3 我是去年买的 然后一整年我竟然想了一下我只用了两次 如果你没有第一视觉的拍摄需求 其实这个基本上用不上吃灰 非常吃灰 但还好就是它不算特别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